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两个多礼拜的时间过去了 两岸之间的协商已经超过了十次以上 经过十五次的闭门会议 没有谈出结果 立法院然后真的 这个正式的开始进入委员会 然后今天呢 排设了议程要来讨论这个案子 可是光是连题目 海巡署 应该讲说海安会 或者是说蔡英文政府都可以跟立法院 草翻天 好因为今天对两岸来讲 是两岸 国会同时开议的日子 加引号啦 就是两岸的国会台湾立法院 今天要正式针对这件事情 叫海委会报报告 所以今天的重重点 台湾的台湾的戏码的会是在 管毕林的报告上面 可是报告没有开始之前的时候呢 就是要去要 海委会来报告立法院的内政委委员会 因为是高金树梅是赵伟 这个是奉行的好朋友 高金高金树高金树树梅担任赵伟 在过去你还真的没看过这种的情况 就是立法院把题目 考考试的题目定了 这个考试的题目是金门撞传案 对考考是题目定了 但是你作为一个应考的考考生 你把题目改了打个叉叉 他他他把他把题目改 你看过这样的事吗 你看过行政部门呢 到立法院里面的去报告去背询的时候 把立法院把出题老师的题目改了 说这个题目的出的不好 他没有说他自己答的好 他说这个题目出的出的不好 是不是是不对的 如果你出这个题目我不考了 大概就这个意思了 他他他他他只用用这种的就是比较出这样的描述 甚至于在指控 那个呢指控的是是非常有有有有强烈的批判味道的指控 基本上就要告诉你就说这个呢 这个不能够叫做叫做撞撞传 这个呢是有带着一种的一种的扭曲的偏见的讲讲法 好那管碧林今天要到立法院里面大家去看说 第一个在说辞上面以及官方对于这件事情要如何落幕 有没有一些新讲法 当然我们今天在做节目的时候呢 现在呢10点半半钟 管碧林的报告还没有开 开始我我正因为我是很悲观 官方管碧林他不但不会相反的如果你看到台湾的最近的态度 越来越强硬因为有一些人在盘算自己的政治未来 如果我要考虑到我接下去我要离开海委会或者五月内阁改组之后我下一步在哪里强硬是唯一的立场 因为那个基本教育盘呢要先巩固 否则你在政治没有未来 这种牵涉到两岸敏感性的事情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谁示软谁服软谁就是政治上的自杀 所以这个谈判不要想期待说会有一个结果了 那可是这个结果就会造成邱国正所说的 就是呢两岸现在的这个情势发展至今 他如果一旦呢两岸之间的各种线取消了之后的话 他要告诉大家说那未来其实困难重重 这个是邱国正的最新的这个谈话 你怎么看 对当邱国正是讲大白话啦 对没有未来会没有缓冲余地 那整个地区会面临更大的压力 说说实话就是说邱国正的讲话已经已经已经脱离这次的金门状状传案 因为他讲海峡州中线海峡中线的事儿其实跟撞传案没有没有没有必然的关联 海峡中线是海峡中间的问题是从陪洛西落地之后就彻底的抹抹掉的 陪洛西在落地这个这样一个高度的政治风暴事件之前解放军的有没有过海峡中线有 其实其实在我最近看苏苏起的苏年苏苏起之讲就是说一九九九年两国论之之后解放军就过中线了 虽然没有变成常态性甚至于台湾方面的也没有刻意的去渲染这件事情 因为因为很敏感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到过中线了 但是现在是常态性的邱国正的没有在告诉你说不只是呢常态性的过海峡中线已经到了到了基隆北方四十三海里 四十三海里就是他要到台北上空不到一分钟 他已经在一分钟的范围里面理论上面来讲如果解放军的主战的战机已经到了基隆外头四十三海里 台湾应该都要发发发警报都应该像是日本一样都要发警报就台湾没有没有发警报哦那已经过了第二个是邱国正呢更应该去告诉大家当今天大陆方面的M503正式启动 而且可能就在呢这几天的是我估计520之前很可能会启动但是还在还在谈判交涉的给台湾最后机会的就是W12跟W12123要不要开通 横向的开开通这两条航线W122是切过金门从厦门起飞就切过金门然后呢到海峡中线街M503W123是切过马祖 从福州起飞之后切过马祖然后呢接M503基本上就是告诉你就说以后呢所有的东西向台湾海峡东西向的这个航线不再是你台湾用的以前大陆尊重台湾不用这个这两条线这两条线成为台湾独飞金门跟独飞马祖的专用的航路可是M503的对接的W12跟W13一旦开通了之后台湾海峡东西向的航运就变得很复杂了那个对台湾的空域的压缩 会影响更大邱国阵的该讲的是这件事情可是今天他终究跟了金门撞出来事件所导致的惊吓海域的这样子一个一个是两回是两回事了光光是惊吓惊吓海域 管闭林今天的报告我相信大陆方面会直接以在金门周围的操作来回应你管闭里再来就是看大陆今天的两会今天政协开了明天呢明天人大人大开了虽然在会前的时候即使是刘洁一前国台办的主任现在是呢政协的发言人 刘洁一也没有我在在会前公开谈到了这这次的撞传事件可是我估计因为两会的重头戏包括了总理李强的报告报告包括了就是说呢习近平一定会有的讲话的内容一定会触及两岸 今年毕竟他一方面他要回应赖清德当选那怎么办第二个两会这个这次呢撞传的事件到底大陆方面官方你要知道官官方最高呢就到宋涛宋涛以上的就是说呢国台办呢国台办有讲话国台办以上的的等级大家为止没有对件事情讲话一旦讲话的时候呢就就定掉了 所以这两天的时时间你除了看到呢管毕林的虚伪我我在管管毕林把报告的名称就他把考考试题目改了他的考试节题目呢是改成113年2月24日取第2月14日取第大陆籍快艇事故案 你听下多么的中中性多么的平和啊所有的所有的作文题目如果这样子改啊你你你你连作文都不都不想写 你就觉得轻描淡写而已他就是撞船那条船就是被撞翻的如果没有撞他他不会翻他如果没有翻人不会落水如果没有落水不会有死亡 这四件事事情在逻辑序列上面是你要交代清楚的但是以这种的报告内容来来看他现在告诉你他不准备回应这件事 嗯我觉得他想要掉回头来对回到最原始的点然后把那个翻船的这个事情当中所发生的撞击这件事情整个抹杀掉 就是把回到最原始的谎言的那个情况之下这才是他恶心的地方对他在为其他这两岸可能会有很多的司法的诉讼对话在做法律准备了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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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